圣赵洛沙 1878年 光绪四年 出生于河北五桥县 游房赵家村 为圣赵郭玛丽长女 妹妹为圣赵玛丽 两姐妹都为守真女 1900年 庚子年 教难兴起 7月28日 传匪来到村中 捉拿教友们时 他们母女三人并未逃离 反而在家里念经 后他们被捕 在拉网村外行刑路途中 母亲圣赵郭玛丽 见路旁有个水井 就决定同女儿们跳下去 传匪们吃了一惊 但立刻把他们捞了起来 逼他们被教来保住性命 圣赵洛沙坚决拒绝说 我们早就拿定主意 我们死也不能被教 并向母亲和妹妹说 迎一起求耶稣赐勇气 为主殉道 这时 有位本村的村民赵五海 勇敢出面为母女三人讲情 要求全匪放过他们 圣赵洛沙却向他说 大叔 请您不必废神了 我们既要保全信德 就应当受死 让我们都死吧 随即对全匪们说 村中不是杀人的地方 你们定要杀害我们 就请在我们的祖坟上杀吧 全匪听后 就押着母女三人 到了赵家坟地 砍杀了他们 全匪并不就此罢守 又放火把他们尸首 烧成灰烬才甘心 圣赵洛沙 就和母亲及妹妹 一起为主殉道了 殉道时 年龄22岁 1955年4月17日 教宗彼越十二世 宣他为征服 2000年10月1日 教宗圣若望保洛二世 列他为圣人 圣赵洛沙为我登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